大家都知道AED是用来急救用的 电击急救 但是呢 连续电击11次这样可以吗 新竹有一个31岁的男子 清晨在家里面昏迷 消防人员货报到场 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 好几次电击无效 大家都很紧张 不过就这样连续电击了11次之后 他竟然真的恢复了输病迹象 甚至到医院之后还开口说自己想喝水 消防队员也说了 他们从事消防工作17年 最高纪录只有6次 这个电击了11次 真的是蛮罕见的 消防人员量患者的脉搏 但男子没有呼吸心跳 一动也不动 消防人员赶紧进行CPR 重复电击总共11次 男子终于恢复生命迹象 抢救过程长达26分钟 把31岁男子从鬼门关前救回来 这一下电击11次真的相当罕见 将电击电接在凌晨胸部屁股上 不过要怎么决定 需不需要进行电击 急救人员说 将AED贴上患者身上后 每两分钟就自动侦测 病人心脏跳动情形 需要电击几次 由机器来自动判断 因为电击就是用电流去刺激心脏 然后让他不要乱跳动 所以说对心脏的细胞 会有一些受损的状况 那如果这个病人已经恢复了呼吸心跳 那这些都是由后续医生是可以去做解决的 急救人员说 虽然电击多次难免对心脏造成一点负担 不过这一下新竹男子到医院后 还开口说想喝水 也让消防人员对于这罕见的连续11次电击 成功救了人命感到欣慰 华人新闻 庄明县木下翠林志纯 新竹台北报道 全球 没有异用